卸下框架眼镜 戴上隐形眼镜 一双漂亮水汪汪的眼睛 就显得更能打动人心 因为它会让我的眼睛放大 然后让我的眼睛更加有神 目前隐形眼镜已经变成一种时尚美容品 令人忧心的是 本地眼镜店竟然出现仿冒彩色隐形眼镜 这些仿冒隐形眼镜的制造过程出现误差 储存液体也缺少防止绿浓杆菌滋生物质 很可能导致并发症 如眼睛感染 眼角膜溃疡甚至失明 刚开始是在眼镜店买的 然后不久后就几年后发现 新加坡就有人开始卖那种网站的隐形眼镜 然后就在网站购买 她是时尚部落客王沛宇 她从十岁开始就爱上了彩色隐形眼镜 目前她的彩色隐形眼镜 都是在网络上或国外购买的 因为选择多以外戴起来比较自然 而且便宜很多 可以带上一年 而且价钱方面二十到三十块之间 反而新加坡的一个月就三十多块了 王沛宇所购买的彩色隐形眼镜 是为经验光师检测佩戴的 所幸她并没有遇到感染的问题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么幸运 全国眼科中心在过去七个月 接到了二十六个因为隐形眼镜 严重感染而入院的病例 其中七个是因为佩戴不合格 具美化效果的隐形眼镜而引起的 近来售卖彩色隐形眼镜的部落格 网店越来越多 这些彩色隐形眼镜到底安全吗 眼镜店售卖仿冒彩色隐形眼镜事件 被揭发之后 售卖隐形眼镜的部落格网店也引起关注 其中一家部落格网店就宣布暂停营业 部落格店主通过电邮回复前线 询问时表示 她所售卖的是源自韩国的隐形眼镜 但是她并不确定 所售卖的隐形眼镜 是否被新加坡卫生科学局批准 不过她在售卖之前都会事先亲自试用 部落格网店售卖的隐形眼镜似乎欠缺保障 可是为什么消费者还是选择冒险呢 比较方便比较便宜哦 价格便宜啊 而且款式也比较漂亮 网上他们那些独家的那些款式要比在商店的要多 有的他们那些颜色会比较卖的会比较独特 因为我觉得上网买的代表比较舒服 在店买也没有这样舒服 今年三十岁的黄仁杰 十年前就开始使用隐形眼镜 一直都没有问题 今年三月 仁杰因为暧昧而戴了彩色隐形眼镜 结果眼睛严重受到感染 她说她在购买彩色隐形眼镜时 并没有经过艳光师检测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高级顾问林立医生提醒消费者 千万不要随意购买隐形眼镜 如果你上网买隐形眼镜 这些隐形眼镜未必能够适合你的眼镜 如果你要戴隐形眼镜 你必须去见你的艳光师 好好地检查眼镜 而让它跟你佩戴适合你的眼镜的隐形眼镜 林医生也说 眼睛一旦受感染 后果非同小可 严重的话 还必须进行眼角膜移植手术 才能够恢复视力 如果你的眼睛导致这个细菌感染 你会导致这种角膜的贵羊 Corneal ulcer 这个是一种很严重的细菌感染 这个贵羊在角膜的中间挡住你的视力 所以你看不清楚 而且它能够很快地扩大 很快地变严重 最严重的是要进院治疗 如果治疗得不好 还必须去做角膜移植手术 新加坡卫生科学局回复前线 卫生部已经通知商家 通过网络售卖隐形眼镜是不被允许的 根据验光师与眼镜行法令 只有注册验光师可以佩戴或售卖隐形眼镜 违罚者可被罚款高达两万五千元 或监禁六个月 或两者监失 卫生科学局与卫生部也将在2012年之前 将没有度数的隐形眼镜的入口与分销 纳入医药用品管制范围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一个课题 向我们发表意见和看法 我们更欢迎